四点钟 欢迎您继续来到了绝对音乐 今天工作好吗 心情开心愉快吗 一切都万事OK吗 不管怎么样呢 下班前夕都希望每一个人的话呢 别忘了我们的上学音乐运动 转换一下心情 开心愉快迎接下班到来 当然的话呢 今天播音室里边除了方林之外呢 好 来了一位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为什么呢 这个单飞之后呢 推出她个人的全新专辑 而且呢 整整有九年之久 待会呢 把她请到的节目当中来 跟大家来分享她的作品咯 这首歌曲歌名叫做《神魂电道》 可是话呢 我今天坐在我前面的男士 他一直要跟我比老啦 然后呢 我觉得也被他电道了 为什么呢 被他的摇滚精神 还有呢 他对于这个音乐上面呢 这种很执着 无怨无悔 就是呢 永不回头这种精神呢 给电道了 跟我们大家say hello吧 大家好 我是姚可杰 以前有个团叫做东方快车 我就是那个团的主唱 你有没有听到了 现在的话那时候已经旁徨 有很多人在尖叫了 有吗 可能都是某种岁数以上的吧 没有 那这样的话你得罪了我们 波音师外面的一些同学 一些我们的同事们 然后大家的话已经今天期待你来 然后你知道每个人都要 撑住我们说 不能够失态 不能够失态 谢谢你们 谢谢 而且的话我刚刚说了 你知道我们还在那边讲这个什么 永不回头来 就是在戏数之前的那些歌曲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在那边唱 然后我们还在想 你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什么 就叫做永远不回头 对对对 可是这话呢 我想刚刚我一开始介绍 我说呢 九年的时间 是 诶好久哦 一个小孩子都已经上国小了 如果是有小孩子的话 这九年的时间 对啊 下一想也就是一晃就过去了 真的好像昨天一样这样 是 那真正但是说真的 九年前也不过就是一张EP 跟东方快乐团圆们 还不是到齐的 然后又弄了一张EP 然后 然后我们改名叫 摇滚东方这样 是 但是后来也就 大家就是 这样子不了了之 又各忙各的 嗯哼嗯哼嗯哼 所以说九年后 九年后真的没想到 唉 这样怎么说呢 这意思也讲不来 但是就是那个音乐的那个种子 毕竟 诶他他埋在那边没有死掉 是是是 只要就是因为当初这个在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 所以我才说被这种精神给电到 你知道吗 你那个跟 我们说男女朋友好了 你跟这个男朋友 或是跟女朋友的话呢 相恋哦 谈场恋爱的话 也不见得会谈到这个 九年这么长长久久 然后能够持续的走下去 通常七年之养就爆黑了 哈哈哈哈 可是我发现 你跟你喜欢的这个音乐哦 你可以谈这么久这么久 而且呢 而始终如一 我觉得每个人人生中 应该都有一些 自己特别偏爱的事物 是 然后我年轻的时候很幸运 就是我热爱的东西 可以当做我的工作 嗯哼 然后我是一个歌手这样子 嗯 然后也 但是也就幸运的到 那个时候之后突然就 终止了 嗯哼 终止之后 就跟大家一样是个听众 是 然后 然后 做了一些 大家人生中都该做的事情之后呢 然后又回来 当一个歌手 嗯哼 我是觉得这个 际遇 很特殊 对我来说很特殊啦 嗯哼 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 回到你原来你所 你所喜爱的 而且 说实在 在这个时候 做这件事情 不知道 还能够持续多久 嗯哼 说真的 嗯哼 嗯哼 我也说过就是说 但是我还是 不管 走下去是 逗号还是句号 我都要很用力的把它写上去 嗯 那 因为对我来说 这是 嗯 一张全力以赴的专辑 对 然后 呃 用我 全部的力量 完成我这次的心愿 是 那也许 对大家来说 只是个平常的 就是发展唱片 嗯 但是对我来说是 这一生中 大概也就这件事情 在我这边是最特别的一件事 跟 以前当然也出唱片啦 是 可是这一次 我觉得特别不一样 尤其是在我这个时候 做这个事情 所以 我觉得就是毅然决然 然后无怨无悔 永不回头 这样子的闯下去 对不对 对 而且一开始我只是 很想过 只是个独立唱片的发行 嗯 没有想要做什么宣传 嗯 只是要 圆自己的一个心愿而已 是 嗯 那很感谢 很多朋友 让他变成一个 呃 还有一个正规的宣传 的方式这样 嗯 也很感谢唱片公司的看重 所以这些事 其实事实上没想过 会是这样子的呈现方式啦 没想过 嗯 因为 呃 是因为 9年前可能想 这是不可能的事 嗯哼 因为自己手前就不可能 可能去想这个事情 是是 因为已经 趋于平淡 然后生活也很 也很安逸了 嗯 对我来说这次 不是不见 这次回来可能不是跳火坑啦 但是毕竟不 要把以前的生活打破 可是我觉得那个潜在的那个 那个 呃 对于音乐喜好的那个灵魂的话呢 其实它还是在蠢蠢欲动的 对 对这件事来说它是一个解脱 嗯 对我音乐灵魂是个解脱 嗯 被关被 进 被关在那边很久了 终于可以解脱 嗯 让我做一件这件事情 嗯 那但是对现实生活来说 那样的安逸生活 是被打破的 嗯 毕竟要再回来面对大家 这样子 所以呢你看9年 9年之后的话呢 发行了个人的这专辑 大家听到了姚可杰回来了 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而且呢 应该也有很多人跟方黎一样是尖叫的 我们待会呢继续来分享好不好 先来听听这专辑里边的这首歌曲 唱 旭窗 声音乐 音乐 音乐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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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音乐 声音乐 音乐 每个心的里面 又会燃烧 就算我更回去的地方 这罐头让我们去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残酷 还热着唇变的温度 相爱就我能给你祝福 很惭愧我说话不算数 爱是让你哭 太爱了是你我才愿投降认输 差一点我就会很幸福 差一点我就会很满足 以为沉默付出 却让你被寂寞征服 好泪好苦 差一点一点就是永远 我输掉了全部 我输掉了全部 冰冻爱所有出路 我输掉了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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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冰爱所有的 是你我才愿投降认输 是你我才愿投降认输 我输掉了所有出路 再一点我就会很幸福 再一点我就会很满足 以为沉默付出 却让你被寂寞征服 好累好苦 差一点一点就是永远 我输掉了全部 冰冻爱所有出路 召唤你爱得无拘无束 昨天太耀眼 明天太遥远 我被回忆下毒 想念变怀念 怀念变缠绵 要多少时间才能克服 差一点我就会很幸福 差一点我就会很满足 以为沉默付出 却让你被寂寞征服 好累好苦 差一点一点就是永远 我输掉了全部 冰冻爱所有退路 只愿你 从此快乐 幸福 就是用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在诠释这算是情歌对不对 对这首歌其实之前有大一个偶像剧啦 那我就是 但这首歌之前我蛮久没唱 就试着用比较现代的方式 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情绪 去诠释这首歌 那我是想试用比较流行的唱法去唱 是是 然后 但是他们订的Key 也还不错 还蛮适合我的 高音还比较容易表现 我比较想今天的话呢 我们的播音室里边来了一位很可爱的大哥哥 叫做杰哥 他忘了介绍 他跟我说他一定要叫他杰哥 不要叫他oncle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 好久不见的姚可杰 对对对 九年之后的话呢 推出个人的首张 这算是首张专辑 面对太阳 对真的是 个人首张专辑 你自己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吗 对因为没有人会帮你了 会我可以啦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待会可以帮你拿吉他 然后 然后铃铛主唱算 对啊 以前都有团员的帮忙 是 然后台上都是大家一起玩乐 嗯嗯嗯 那这一次一个人出来 嗯 尤其是比如说我唱 有时候唱现场 必须要唱卡啦 对头一甩 然后甩给旁边的团员的时候 发现哎旁边没人了 哈哈哈哈 就是唱卡啦这样 嗯哼哼哼 不同的感受啦 是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体验 蛮好玩 蛮有乐趣的 嗯嗯嗯 可是这次出来的话 我们刚话呢 这个在私底下话呢 在聊天呢 我就说呢 很多朋友话呢 听到 其实不陌生哎 大家都知道哎 嗯 然后呢 对啊 所以我说呢 你说包括这个年轻人的话呢 其实对你们的歌曲哦 之前的话呢 啊东方快车的歌曲等等的话 其实哎 大家都还蛮蛮蛮呃 有一些印象 然后呢 有的人还会哼个几句这样子 对 我是觉得好像就是永远不回头这首歌 年轻人比较知道吧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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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年代有一個短時間台灣人從這樣所謂的Heavy Metal Rock 然後那個時候玩Band就是要玩Metal Rock 然後那個時候國外就是你唱Metal 哇不是要很出光就是要很高亢這樣 然後你不能不唱到那個你就不能當主唱這樣 然後團員們就說這個唱不到你哪能配當我們的主唱 對不對你為了要當他們的主唱你就要唱到這樣 你就自己要非常用力認真的去練 在那個風潮下 可是這樣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啦 可是我覺得有好有壞啦 但是我覺得現在我學得到就是 有些東西真的也不見了一定都要這麼高亢這麼的爆發力 有時候也許一些情緒一些感情就四兩波千斤的勝過你的高亢爆發力 所以音樂有白白種 所以我現在我覺得是我覺得怎麼樣適當的表達情緒比較重要 以前的話可能就是撕喊啊或是這樣子 吶喊這樣子 撕吼吶喊這樣子的 以前就是比誰夠力嘛對不對 對對對 年輕嘛就是那樣就一股衝勁這樣 那現在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讓我表達一下我想出的感覺 我覺得很感謝很棒 那如果製作人要求我要唱多高 那我也配合 我覺得應該完全看這首歌我們想怎麼做這樣 所以我現在不是真的一定要唱多高也很累啦 所以的話我剛剛才在一開始我在私底下講的時候我就說呢 所以今年這個台北電影節的時候你讓大家很驚豔你知道嗎 就嚇到大家了 而且應該也嚇到了很多年輕人了 那一屆台北電影節 是 呃 對還有之前有一個犀利趴 那就是大家又想起我 希望我再去唱一些讓大家懷念的歌這樣 那都指定那個永遠不會投 那我很感謝 那當然可能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心情特別 特別激動特別感動吧 所以也許大家覺得我唱得很好這樣 可是是謝謝大家的喜愛啦 應該是大家聽的話覺得真的就是很驚豔 我是覺得是 哇好感動我又能唱這首歌 那所以在那種心情之下也許 我覺得欸我真的好像唱得不錯這樣 可是傑哥你話像比如說當時你剛剛講到的 以前的話血氣方剛 就是單純在比誰夠力 然後唱出來聲音夠大聲 對可是的話你看 現在的話呢自己我們說單飛好了 然後呢推出這樣一張專輯 裡面當然的話呢還是有這個搖滾的靈魂在 但是你會發現呢你在整個的唱腔 你在詮釋上面的話呢可能 呃多了一些人生樂歷 多了一些你的一些情感喔 你會把它修得比較沒有那麼的尖銳 比較圓融一些 對但是的話呢呃是不是 你自己會覺得說在那個時候跟現在的話呢可能在 呃心境也好啦 或是說呢在你的一個詮釋上面來講的話其實都不太一樣了 對 因為這次錄完譬如說每首歌 錄前三首的時候我記得 好像《闖》還有《以後留給以後》吧 嗯嗯嗯嗯嗯 然后铁汉展现柔情偶尔也是要的啊 其实没有想到自己预期可以唱到这样 还是觉得应该是以前那样 我觉得真的跟这样一年一年这样过起来 人生这样走过来有关系吧 你可能无形之中因为你的心改变了你的人 你的人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了情绪 改变你的思维你的感情 整个融合起来 无形中就让你唱出来这样子 让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唱的东西跟以前好不一样 我自己感觉 对我来说这是给我机会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自己觉得是进步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怎么样 第一是有机会可以融合这么多情绪 摆在一张传辑里面 那也许有些腔调毕竟还不是这么的完美 他们比如说他们希望你能够一些发声 一些口音能够现代一点 能够跟年轻朋友再贴近一点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做不来嘛 但是我也很努力的试着用不一样的唱法 能够跟进现在年轻人的语言 希望他们能够跟我有很好的沟通 我也努力去做到这一点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忠于自己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 应该这么说就是 在我既有的坚持下 那些周遭的一些 一些认识改变我可以接受了 可是要抹杀掉自我那当然是不可能 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啊 对对 对就是 当然就是他们愿意来做这张专辑 我工作伙伴们 他们当然就是 当然想法就跟我一样 就是在既有之下 可以有些什么新的局面 我觉得这我可以接受了 如果是把我全盘打破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啊 你要说服我 那但是我觉得这样坚持下来 我觉得他们能接受 其实我也还蛮难接受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张对我来说 其实算小友说过还蛮好的这样 我们就要听这首呢 杰哥说当时的话呢 自己唱完之后觉得不太像 自己的这首歌曲 以后留给以后 你累了 这段感情悬在半空 没潮落 你没说 我知道你一样难过 接受这样的错误 如果只想结束 还是不是朋友 还是不是朋友 如果就这样断了联络 不认为我 无论我做什么 我说什么 都别管我 如果他多爱我 你多想我 别说 谁牵着他的手 牵谁的手 同样温柔 都别耳ANE 以后留给以后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都别管我 不管他多爱我 你多想我 别说 谁牵着他的手 牵谁的手 中央温柔 以后留给以后再说 关心完了新闻之后呢 接下来的话我还是要来讲一下 今天的话呢 你会发现方琳呈现一个非常嗨的状态 因为在播音室里边来了一个杰哥 他说不能讲大叔 不能讲安孔 谢谢你都没有讲 可是我后面真的还想要喊安孔安孔 对没有啦 安孔的话是逗着的 不是叫你安孔 再来一首就对了 是 而且我刚刚的话呢还讲说 那我们可不就来清唱 他说哦不行 没有乐器 没有一些这个 你的鸡丝头 下次的话我们应该开视讯这样是不是 哇 这次来真的是大考验 没有啦 我今天做了很多很无理的一个要求 所以那下次看到 听到张小妹的时候 Kiss的张小妹他应该就会不想来了 好 不过今天真的聊得蛮开心的 那我觉得呢 就是在接下来的话 刚刚杰哥一直提到了 我觉得比如说重返歌谈好了 回到了你热爱的一个音乐当中来 那一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在 那这个感觉的话可能融合了 比如说生活经验 你的一些人生阅历等等的 那当然话呢 也会让你更加的珍惜现在的一切 那接下来的话呢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在 这阵子还是就是为了这个专辑 因为我觉得工作人员真的很努力嘛 对 很努力在宣传这一张 那我觉得我会全力的配合这样专辑 是 然后 接下来的一些行程都会在我的粉丝专页 他们帮我成立了一个粉丝专页 是 大家可以网上搜寻我的名字 姚可杰 三个字 如果 可以大家 给我一些赞美 然后带我的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 我就很感谢大家了 然后接下来的行程在上面都有公布这样的 然后 当然我会 一定会有些live的演出 是 然后希望能够跟大家在live碰面这样子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 这张专辑不错的话 给我多一点关心 就很谢谢大家了 全新专辑对不对 是 要不要跟我们提一下专辑名称 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面对太阳 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用面对太阳四个字 对我来说 太阳不见得是温暖的 也许是很炙热会烧伤的 就是 也不能 简单说就向前闯吧 就是 无怨无悔 而且是没有时间的限制 我觉得 就算到了我现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 我还是可以 无怨无悔的向前闯 即便说呢 这条路是非常的辛苦 然后呢 可能在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的困难 来等着你去 或是呢 等着你去克服 或是呢 要来考验你 而且不管路有多长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音乐路还剩下多久 那我去想这个 就是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我觉得就是在当下 就把这一关闯过去 是 今天话呢 很开心 能够跟这个杰哥的话呢 聊了这么多 我希望呢 有机会常常来我们中部 一定 一定 台中变得好漂亮 永远不回头 然后就跳过这边 只要提到张小妹 常来好不好 常来跟我们分享一些音乐 跟还有生活点滴 谢谢 别忘了到这个 姚可杰粉丝团 帮她按个赞之后呢 来跟她做一些互动咯 谢谢杰哥 谢谢 太怀疑 外面堂皇的道理 错了 记得说对不起 其实错不在你 可以成就更多人的唏嘘 委屈点没关系 明天会更好始终鼓励 还是默许了逃避 还不被整个世界排挤 尽可能身段放低 就自己要经过谁同意 才能叫它失敌 望向心脑里的大口呼吸 没那么容易 对不起我的任性 对不起容我叛逆 我只想体会什么 叫做对不起自己 原来我不像星星 原来我不像人民 对不起自己 才能说得肯定 明天会更好始终鼓励 还是默许了逃避 害怕被整个世界排挤 尽可能身段放低 如果自己 要经过谁同意 才能叫它失敌 望向心脑里的大口呼吸 没那么容易 对不起让你担心 对不起让你着急 我是想证明我的付出 对得起自己 原来我不肯信心 原来我不肯认命 对不起自己 才能说得很坚定 对不起让你担心 对不起让你着急 我只想证明我的付出 我只想证明我的付出 对得起自己 原来我不肯清醒 原来我不肯认命 原来我不肯认命 就是Kiss 最音乐 Kiss 99.7 就是Kiss у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